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来《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大家好 我是Mac 谢宜奇 来到《即使功良》 和大家跟进市场个别版块 这次和大家谈谈内地汽车股价最新情况 看到内地车企最近都个别 甚至整个行业公布了统计数字 来说6月份 无论是买车还是产量方面的相关数字 先公布全国成联会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 6月份内地乘用车的销量是170万辆 同比来说增加了19.4% 至于今天来说最新公布的有广汽2238的股份 这车企都公布了6月份方面的销售数字 见到按年来说在6月方面的销量都上升了2.8% 无论来说都比高于市场平均的按年的升幅 对于这个数字能否支持股价呢 看回现时H股方面 就升了2%的 做9.34% 但A股方面暂时来说跌停 最新补义就是22.35人民币 和大家讲讲港气方面的情况 有我们的分析员 先请出我们的分析员就是谭史乐 阿奈你好 阿奈你好 跟你谈谈就是汽车股方面 先跟进广汽方面最新的公布数字 见到6月份方面的销量高于市场的平均值 能不能够确认为它最新来说 买车的销量的情况来说都挺好 但接下来它的GS4方面的销量利润 又可能会因为市场方面竞争 以及都有些减价的行为 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买车的情况 其实广汽的销售数据是不差的 你看看不单只是看6月份 因为在6月份之前公布的销售数字 普遍是不错 你说汽车市场上销售 情况在6月份都表现不错这些因素 单看6月份广汽车做得不错 依然是不大 但是再看整个上半年过去 它都达成销售目标 今年仍然能够达标 机会相对较高 但是我想再看市场对于这方面来说 長遠看回廣汽的看法都看得比較審慎 最主要始終說廣汽最大的合作夥伴 始終都是一些日系汽車上面 又是日系汽車在內地的銷售情況 現階段來說其實都相對比较差 第一方面又是汽車在全球汽車市場上面 競爭力越來越弱 又是生產成本貴 另一方面是定價 相對是比較尷尬 因為特別在內地市場上面 日系汽車當然比一些傳統的內地品牌的汽車貴很多 相對地亦比一些歐洲品牌的汽車便宜很多 在內地的汽車市場上面 相對地 都是一些有錢的人 都會喜歡找回歐洲品牌的汽車為主 相對地如果消費力不高的消費者 都可能會選回一些國內品牌的汽車為主 所以實際上現階段 旗下特別和日系汽車合作方面 就沒有太大的衝勁 甚至是廣汽東風這些集團 規模是非常之大 未來要發展到新能源汽車上面 要將新能源汽車的佔比 令到公司銷售的情況 去到一定的份額 會有一定的難度 相對地一些比較小規模的汽車公司 如果未來積極推出一些新能源汽車 會相對地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廣汽現段都面對著一些進退兩難的情況 究竟發展傳統汽車好 還是發展新能源汽車好 都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所以特別留意 長遠來說 國策上最主要是扶持一些新能源汽車上位置 所以即使廣汽東風這些汽車股 即使股值比較便宜 也好 銷售數據做得好 我相信刺激作用相對地有限 對 視野數據方面 除了單繼六月的話 即是吉利方面做得不錯 以外年來說 就升了四成一那麼多 剛才你提到 如果整個上半年去看 一手六個月方面的銷量 見到廣汽方面做得最好 但吉利方面就升了 就是一成一 如果這幾隻汽車股 它們的情況比較 你又認為哪隻作為理想 廣汽長城和吉利汽車 都公佈了相關的數字 數據公佈之後 普遍來說 都是有個上升的情況 接下來這幾隻 你自己看看哪隻 首先我覺得要留意 就是大家看這些 汽車銷售數據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簡單 純粹對比上半年 大家升了多少成又多 因為你說很多時候 會牽涉著一些基數效應 有些基數相對地較高 可能升幅不太大 有些基數相對地較低 升幅大些少 但是你說實際上 除了看消售數字之外 一些新車的發布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因素 其實最重要就是 現今的內地政策層面上面 特別對於汽車行業上面 主要都是扶持一些 新能源汽車為主 所以未來來說 推出一些新能源汽車 越多的話 當然會有一個比較大的 離好因素 但是在說情況來說 特別今年來說 很多汽車股都推出一些 SUV汽車等等 其實看到反應 不是太受歡迎 所以說一些日系汽車 特別說廣氣東風 最主要集中 而推出SUV為主 我相信實際的刺激幫助 不會相對地有限 反而說未來來說 好像吉利 推出這些新能源汽車等等 即使銷量增長幅度 沒有那麼快 但隨著各冊附置 大家看好的 不單止說今年 亦都是看好未來這兩三年的發展 說吉利 有一個大的計劃 就是把整體言論 一些新能源汽車的佔比 大幅提升到公司消失量九成 當然要達成這個目標 都仍然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可能要三五年時間左右 但始終現階段 步伐進展是理想的 特別說這些新能源汽車 對於內地的環境污染 或者減排方面 有一個很大的利好作用 所以相信未來這幾年來講 這些扶持政策都會繼續在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是汽車股當中 我覺得如果選一些 新能源汽車概念為主的汽車股 現階段來說 都仍然相對地 比較 叫做投資價值 相對地比較吸引 對 看到有份就著新能源汽車的吉利 見到瑞銀方面都發了一個報告 唱好它 除了提到新能源汽車之外 他看好在吉利方面 推出一些SUV方面的新款 銷量都是看好的 所以將吉利的目標價 由4.1上調去到5元 而評級方面 由中性上調去到買入 你講到新能源汽車方面的情況 跟大家跟進 吉利的比亞迪 做新能源汽車 見到現時的股價升上來2% 逆市方面很明顯做好 現時更加見過 超過一個月的高位48.5元 現時做了47.35元 講的是參與一些投標 也有些中標 講到金額能夠成市的話 有20億那麼多 對於這個中標方面的消息 對於比亞迪來說 那個利潤是否真的幫助得這麼大 股價能否再推升 其實比亞迪特別投票交通工具 等等的幫助性相對有限 因為始終講的 比亞迪始終現階段 一些交通工具等等相關的項目 對他來講的盈利貢獻 真的相對有限 甚至講的 這些項目有沒有錢賺 都有很大的疑問在這裏 但是相反地 近期特別講的內地市場上面 對於新能源汽車來說 都有一些比較大的憧憬在這裏 因為講的 有些部分的地方 都開始推出一些新能源汽車政策上面 政策層面上 可能有些仍然繼續努力去抓一些 握補貼相關的項目 但是長遠來說 都仍然去扶持一些高效能的新能源汽車位置 講的是新能源汽車的龍頭比亞迪 當然是能夠受壞 所以正如之前所講的 你好像從事新能源汽車的比亞迪 前景有條件看好一點 不過相對地 我覺得比亞迪現階段最大的風險就是 如果在過往這幾年來說的確沒錯 比亞迪是整個新能源汽車的龍頭 市場佔有率是非常之高的 但始終講的是 其實他們整體的規模 又不算是非常之大 現階段隨著其他品牌崛起 他們的市場佔有率 有機會受到蠶食 始終講的是 技術層面上他們是領先 但能不能夠控制成本等等 這個會是一個風險因素 所以我想你看到的 現階段比亞迪 除了看他們的汽車銷量之外 能否控制成本 都是一些比較關鍵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股值現階段來說 都不算是非常之低 所以對於比亞迪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反應也會比較深深一點 不妨看完業績方面的表現 才再作部署 好 比亞迪的業績 將會在8月28日公佈中期業績 大家可以留意 發行指純信方面 對比亞迪也發了一個報告 都是看好他的 比亞迪優於大市評級 預料第三季的盈利方面 將會是股價的吹發劑 維持目標價是82元 都看得多樂觀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安來詳盡的分析 先幫你做新報 提及過的汽車股 有沒有哪種持有 都沒有持有 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